如果你是使用台湾大哥大自由品牌Amazing A32这款手机 劝你赶快拿到台湾大哥大直营店进行安全性软体升级 因为这款手机出现严重子安漏洞 让手机使用者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表示 收到刑事警察局勤资 发现台湾大这款冠名授权品牌的手机 在中国执照过程竟然被案中植入恶意城市 之后游戏公司传送游戏认证码简讯到该门号时 简讯也会同时回传给诈骗集团 受申办游戏账号后自动删除 等到诈骗集团骗取游戏点数 再以海外IP将点数组织到人头游戏账号内 不知情的手机使用者就这样默默地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 目前台湾大哥大大约有9万只这款手机在市面上游通 截至去年12月20日为止 实际使用用户约有7600人 NCC倚请台湾大哥大尽快查清 会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 并也要求台湾大必须要负责后续的善后补偿 台湾大哥大对此回应将全面召回这款手机进行安全性软体升级 用户可以上网下载更新程式 或是直接到台湾大哥直营门市 请专人帮你更新 加盟门市则是在1月8日后 也可以协助更新 并强调这款手机已经送到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进行检测 目前已经没有资安外泄的疑虑 如果用户还是有问题 也可以打电话询问客服人员 至于后续的赔偿 台湾大哥大只低调透露 用户的损失可询问客服有专人处理 但能不能开放退换货就没有正面回应了 话说回来 这次事件也突现了大陆白牌手机资安的问题 所谓的大陆白牌手机 就是由中国厂商设计制造 以台湾品牌对外销售 这次问题出现 让NCC也立刻针对大陆白牌手机进行两项措施 第一个以后这种行动通信业者 这个自有品牌的手机是在大陆制造的 以后你要来申请 要可以贩售的时候 一定要先通过那个资安标准的认证 第二点就是说 未来这种大陆品牌的手机 或者行动业者自有的品牌的陆制手机 都要纳入年度我们抽策资安标准 很快 我快点 我快点 瞰 我快点 请 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